Hello 大家好 鹅灣區接的阿強 今天帶大家來到我們的南沙自貿區 帶給大家就是我們的珠江海域 這個樓盤正在我們的海邊 而且我們的海邊也有沿著我們的海岸線看過去 一路走到我們那個 沿著這個海岸線走到我們的天后宮有4.5公里 都是我們的海岸線 而這條海岸線是沒有任何住宅的 只有一個高端的科技區 有三多棟樓而已 沿途是很漂亮的 週末或是假日都很多人來這裡 玩帳篷、燒烤 很流行 這裡是賣住宅的 大家可能會看到很多公寓 但我們這裡是住宅 現在看到我們的鏡頭 轉過來可以看到我們的工程的進度 我們現在面對到我們的銷售中心 今天約到銷售精英跟我們做一個講解 我們用了一個顯示屏 因為我們更加給客戶看得更加清楚 是的 這個就是我們南沙的一個區域 南沙是維以整個廣州的最南端 廣州的出海口 南沙是維以整個珠三角的幾號中心 它最靠近東莞、深圳、香港 南沙是維以整個越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區 它的地理位置是非常之優越的 是的 剛才我聽你說 我們這邊是靠近東莞、深圳、香港 我們主要的客戶都是從香港過來的 麻煩張先生跟我們講講 我們從香港過來的交通途徑是怎樣的 可以 香港過來南沙這邊是非常方便的 首先我們在南沙這邊有個南沙的客運港 還有郵輪武港 客運港和郵輪武港 它這邊是可以坐船直接去到深圳香港的 可以直接去到香港的尖沙咀中廣城的碼頭那邊 是出行非常方便的 還有我們這邊還有一個廣深廣高鐵 廣深廣高鐵就是廣州 在慶城樞樓到深圳 再到香港九龍的廣深廣高鐵 非常之方便的 包括我們到時在深圳過來 就有個深中通道可以經過南沙 香港過來都很方便的 往深中通道過來南沙大概都是30分鐘 就可以到我們南沙這個區域 非常之方便 以後我們還有一個22號線 22號線就在廣州的 潘義廣場到我們南沙的客運港 再穿到東莞到深圳的沙井那邊 到時可能都會有接駁線直接去到香港 所以香港來南沙的交通是非常方便 都是30分鐘到一個小時的車程 30分鐘可以過到香港 是去到慶城站 是 就是廣深廣高鐵 如果在慶城站過來我們的項目呢 慶城過來項目大概是20分鐘左右 20分鐘左右 加起來都是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以內 就是一個小時的生活圈 是 除了這條線還有其他什麼交通工具呢 我們交通工具呢 我們小區這邊呢 都有地鐵四號線的 地鐵四號線的 地鐵四號線 就是我們大概800米到1000米的一個距離 的 出行都非常方便的 那麼 坐船或者我們平時都可以坐那個 那些大巴 就是在南沙客運站坐大巴 去到深圳的羅湖碼頭 直接過香港都很方便 哦 其實現在我們在高鐵方面去到慶城 是的 在慶城坐下來接駁我們的地鐵 坐地鐵 坐到唐坑站大概都是10至20分鐘左右 唐坑站現在有任務的嗎 有 即是現在運行的 一直都在這裏 已經通車了 已經通車都好幾年了 所以出行就很方便的 除了那個呢 還有我們在南沙港坐船 坐船 是的 海陸空都方便 是的 包括因為南沙到時候的大江機場 都可以 即是一個國際機場 香港 過來都很方便的 嗯 好了 那麼我們的交通 就是 在香港交通 就說了 我們周邊的交通 現在是說 假如我們的客戶回來 在這裡住 要出行在周邊活動 那是怎樣 那個交通是如何呢 首先我們項目在這個位置 就是我們珠江海域的位置 即是廣州的最南端最靠海 貝山綿海 坐北朝南 就是整個廣州最靚的風水保地 就是我們這個位置 黃釘黃采的 那麼我們這個項目的話 它交通是非常之方便 因為現在南沙它有深中通道 明珠灣大橋 虎丘大橋 還有虎門大橋 包括獅子羊通道 南沙大橋這些 它是連接了整個珠三角的 出行大約三分道 一個小時車程 就去整個 這個粵港澳大灣區這些城市 交通出行非常之方便 那麼我們這個項目的話 它有地鐵四號線到達 我們這個項目大概八百米 大概到我們這邊八百米左右 大概到我們這邊八百米左右 就可以坐地鐵去到廣州 大概都是三十到四十分鐘 就可以到廣州 三十分鐘到一個小時的路程 去到那邊 我們這個樓盤也有公交站 是的 沒錯 我剛才看到有公交車 是的 都經過我們這邊 反正去到南沙各個地方 都非常之方便 都可以坐公交車去到潘嶼那邊 另外你現在說到這裡 我在圖上看到 我們這裡也有一個富有保健院 是的 富有保健院 這裡有個中醫院 是 明珠灣大橋一下來 有個南沙中醫院 再過來一點點 有個中山大學的附屬第一醫院 都是五分鐘到十五分鐘的車程的距離 這個都是最舒適的一個範圍距離 所以這邊出行各方面 或者看醫生這些都是非常之方便 再看我們這個項目的位置 是非常之優越的 對 它是位於明珠灣和南沙灣 這兩個雙灣交匯的地方 就是我們這個位置 我們現在對出來的就是明珠灣 是的 明珠灣大橋過來就是明珠灣 這邊就是南沙灣 明珠灣這個位置是整個 全國來說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就是南沙這邊 還有一個國際期貨交易所 也在南沙這邊 我們公司都是有股份的 那個好像在橫力 是嗎 是橫力島這邊 是橫力島這邊 就是明珠灣大橋過來一點點 非常之方便的 這邊全球的五百強 世界企業都是南沙橫力島這邊 現在有183家企業都已經進駐在南沙這邊 所以未來這幾年 南沙會發展得非常之好 是的 再看回我們龍躍島這邊 它都有全球 就是第五大的深水港碼頭 碼頭都是龍躍島這邊的 深水港碼頭 是 好厲害 深水港 深水港 因為現在有深水港的 好像香港 深圳 是不是 那麼有深水港碼頭 它發展得非常之好 對外的貿易 都非常之好 那麼南沙它都有深水港 而且是全球第五大 而且它是連吞土量 可以達到三千萬標箱的 所以它的這個 都是非常之大型的 非常之大型 它也是吸納我們這個人才 和我們人氣的一個地方 是 沒錯 因為我們項目的東 這個東段這個位置 都有這個南沙的科學城 主要都是搞央企國企的這種高薪科技產業在這邊 包括中科院 資訊科技院 霍英東研究院 和海洋地質研究院 和中國中科院都在這邊 即是未來的高端的人才 比如研究師 研究生 博士等等 這些都會在這邊 石膳這些 所以這邊都是圈層 各方面比較高端的 所以很多的領導 包括這邊 工作在這邊 都有很多 買在我們這個樓盆 他們都是圈層為主的 東面這邊就是霍英東 之前拿的地 這邊就有整個 整個國際最頂級的配套 比如這個南沙的天后宮 東南亞最大的媽祖廟 在這邊 包括有兩個五星級酒店 一個花園酒店 和南沙大酒店 當時郭靖精 佛啓剛在這裡 舉辦的氛圍就是南沙大酒店 是的 還有這邊有個大角山崩海公園 都是非常優险的 大角山崩海公園 是的 在這邊 這個位置 即是連傳這邊 天后宮 這邊 再上來一點 就有校運廣 游輪舞廣 南沙遊艇會這些 當時周星馳拍攝的 那個美人魚 就是游艇會這邊拍攝的 嗯 再過來這邊 有個黃山路森林公園 即是全 即是國家五 四A級的旅遊景區 這邊的庫尼紙是非常高的 非常舒適的 所以南沙灣這個板塊 就生了一個富人區板塊 有山有海 所以非常適合居住的 所以這邊都是 我們俗稱的富人區板塊 所以這個可以 居住 舒適 我們現在就上來我們二樓 看看我們來的沙盆 看到我們大環境很漂亮 真的 非常舒適 來看看我們這個 110方的三房兩廳兩位 這個板房的護益 跟我來看看 是 那麼我們110方 進來這裡 有個入戶延關位 吳州旁邊會有個家政儲物間 這個位置非常之好用 因為它這邊有個洗手桌 即是洗手再進來 還有一個雜物的櫃可以放東西 我們這邊還有一個熱水器 就是我們交標日本進口 進口的臨來品牌 全球的恆溫技術做得最好的 就是這個品牌 還有這個位置 就可以放洗衣機 預留了這個位置 所以這個儲物間的空間 非常之好用 可以放一些拖把 雜物等等 然後再跟我進來 我們客廳這個位置 我們這個客廳 是一個直廳 廳出陽台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三樓都可以看到海 非常舒適 前面 這個珠光是出海口 全屋的話 它都配了中央空調 全屋都有 中央空調 房間、客廳都有 是帶了獨立主機 可以獨立控制開關的 還有我們都有這個 雙性的伸風系統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就算你冬天關上門窗 一樣都有新鮮空氣 可以引進來 非常之不錯 現在再看看我們這個廚房 這個廚房 我們這個廚房 是一個妖型的佈局 非常之好用的 有櫃 洗手盆 還有我們三件套 包括爐灶 油煙機 還有這邊有一個消毒碗櫃 包括櫃 全部都是我們一個交標 可以看到我們這個廚房的佈局 是非常之合理的 這個洗菜 切菜 炒菜 非常之合理的 是 再看看我們這邊的客廳 聽出陽台 我們這邊的話 這個 背景場 都是我們一個交標 是天然的石材 和金邊包邊 非常之大氣 不錯 可以再出來看看我們這個陽台 陽台都是非常之舒適的 6米多的大陽台 6米6的陽台 前面就是海邊 非常之舒適 然後我們這個交標 這個陽台 和我們這個 上面的浪衣架 都是有的了 浪衣架 不用自己再另外再裝 因為浪衣架可以智能遙控的 上落的 還可以控關和消毒功能的 就是我們這個浪衣架 包括我們全屋的話 都有這種長布銀包交標 整個藍沙最高標準的 這種長布銀包 美國進口的布魯斯特品牌 這些 這些是給那些長子 雨膠親 那些 是貴好幾倍的價錢的 所以我們這邊用的用材用料 是非常之 品質非常高端的 進來這邊 我們這邊有個洗手間 這個洗手間都非常 寬落舒適的 我們這邊的話 洗手盆 這些櫃都是有的 還有馬桶 還有我們這個磚 都是用得最漂亮的磚 大板磚 比那些小塊的磚 成本都貴很多 包括文書 技術成本 這些都高很多 這些 看得到這些 真的看得到非常大氣 這些磚 再過來看看我們這個 一個小孩子房 小孩子房 都非常不錯 它有飄窗 有窗 光線非常好 這邊可以放床 這邊可以整個書桌 這邊還可以整個櫃 都沒有問題 因為這個房都夠大 非常舒適的 還有這裡有個房 這裡有個房 可以做書房 或者客房 都沒有問題 這個房都可以出到螢台 那裡 一早上一起來 可以到螢台 露露太陽 露露海 非常舒適 不錯 這個房 再來看回我們主人套間 主人房 主人房 我們這邊 你可以看到我們這個房 它有個很大的飄窗 七字形的飄窗 平時在這裡坐一下 看看書 喝一下茶 都非常不錯 包括外面都可以看到海 包括我們的衣櫃 都是有的 膠標 衣櫃 這就是主人的套間 套間這個洗澳間 我們都有這個智能的馬桶 還有智能加熱毛巾架 這些都是我們的膠標 都是有的 出來這個飄窗台 就可以看到外面的海景 還有這個 這個奔開的路道 都非常舒適的 非常之不錯 就是一早上陽 一起床 就去享受那裡的陽光 非常之舒服 喝一下茶 看看書 都沒有問題 海岸線真的很漂亮 沒錯 同時今天由於我們的颱風 我們在外面都看到很多的船舶 停了 因為停航 很漂亮 很漂亮 因為我平時少見 是 我們現在在這裡做一個總結 首先我認同一件事 就是我們交通是很好的 從西九過來 我們完全可以坐高鐵去到慶城 再轉地鐵過來我們這個項目 同時 張先生也跟我們介紹過 我們可以坐船 除了陸路還有水路 在南山運港可以回到我們香港 沒錯 還有其他什麼好的東西 因為張先生更加清楚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們這個項目的 這個圍字是整個廣州最漂亮的圍字 因為它是貝沙面海 坐北潮南 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風水保地 再看我們這個圍字 因為整個廣州來說是最靠海的樓盤 因為物以稀為貴 這種海景資源 這種房子是不可複製的 以後都不會再有 賣一套都是少一套 其他的商業、其他的學校、醫療 都可以複製的 不只是海景不可以複製 我想問一下我們對海是鹹水還是淡水 因為我們這邊是屬於廣州的粗海口 剛好這邊是屬於一個鹹淡水交界的地方 所以這邊是適合居住的 它跟旅遊景區的海是不同的 旅遊景區的海是因為水質比較鹹 可能適合度假 但是真正說住宇山是不太適合的 那些鹹氣比較重 但這邊住宇山會舒服很多 所以為什麼以前很多藍沙 很多本地人都會在附近來住 因為這邊的遺址確實好 而且那些水不是那些 鹹水海那些 鹹水海那些 那些看得漂亮 但是對傢俬的鹹氣很重 沒錯 再看我們這個項目 因為它都是南沙最大的崩海綜合體項目 我們這邊除了有住宅之外 還有一百萬方的商業綜合體 有五星級酒店 商業廣場 商業廣場 還有超級寫字樓、公寓等等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是非常方便的 可以滿足到大家 是的 我們聽聽張先生這樣說 我們其實過來買樓 除了我們自住以外 還有一個投資的好去處 要你喜歡這個樓宇 我們首先把愛環境 讓你愛上去 沒錯 因為你這個環境真的很漂亮 是的 真的非常舒服 我想問一下我們這裡 那個購房政策的方便 對港人有沒有限制呢 其實我們廣州 針對香港人 其實都是有非常優厚的購房福利待遇 香港人買房同等廣州戶口 如果是已婚的廣州戶口 可以買兩套 在我們廣州這邊 如果是未婚可以買一套 相對跟廣州戶口一樣 即是不用社保、稅單這些便可以買 換言之我們香港的客戶 其實如果她在南山是第一套樓 她就組織了家庭便可以買兩套 是的 如果單身買一套 是的 假設我在外地 比如說我在佛山已經有一套 算不算呢 那些沒有影響 你廣州沒有 是的 你可以買 只要你廣州沒有就可以了 是的 可以買 所以這個就是給大家 非常好的購房條件 所以歡迎大家 可以過來南山這邊看看 好了 這期節目也差不多了 辛苦了張先生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是灣區之業 以及打我們的熱線電話 OK 拜拜